有一种说法 中华民族拥有四千多年完整的 连续不断的文字记载的历史 这么说的底气是什么 依据是什么呢 就是这套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 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皇帝时期夏至明朝灭亡 共四千多年的历史 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 经济 军事 思想 文化 天文 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是了解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必备点击 根据目前最流行的中华书举点教本二十四史来计算 包括注释和教刊记 共有三千二百多卷 四千六百多万字 很多人都听说过二十四史 但是对于其中大部分具体的各部史书可能还不是太了解 这次我就用一期节目的时间给你简单梳理一下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根据朝代顺序 我把这二十四部史书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 前四史 这个算是众所周知了 包括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他们记载的是先秦 秦汉三国时期的历史 这也是二十四史里评价最高的四部史书 如果你想读二十四史的话 我首推这四部史书 第二部分 九书二史 包括晋书 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随书 南史 北史 他们记载的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和随朝的历史 以结束三国乱世的大义统王朝西晋为开端 到终结两晋南北朝乱世的下一个大义统王朝随朝灭亡而结束 这十一部史书其中有八部都是唐朝初年修的 第三部分 两旧两新 包括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他们记载的是唐朝和五代时期的历史 除了旧唐书是五代时期的后晋所修之外 其他三部史书全都是北宋时修的 第四部分 元修三世 包括宋史 辽史 金史 他们记载的是宋朝 辽朝和金朝的历史 这三部史书都是元朝修的 第五部分 元史 明史 他们分别记载了元朝和明朝的历史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一下 先说第一部分 前四史 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史书是《史记》 作者是西汉司马迁 记载了从传说中的皇帝时期 到汉武帝太初年间 共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是我国第一部《记转体通史》 以史记的知名度和地位 我想就不用我过多强调 它有多重要了吧 它绝对成得上是 二十四史中最有名的一部史书了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史记》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 这个首不仅因为它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书 还因为它所开创的《记转体》史书体裁 奠定了整个二十四史各部史书的基本体力 这个体力包括记载帝王世纪的本记 记载诸侯王世纪的世家 记载重要人物民族邻国等世纪的列传 他记载国家典章制度的书和以表格形式列出世纪人物和史事的表 《史记》之后的二十三部史书对于这个体力 虽然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革 但是基本框架不变 都属于《记转体史书》 史记一开始不叫史记 而是叫太史公书 那么到了东汉环帝时期才有了史记的教法 到了三国时期 史记就逐渐由史书的通诚成为了太史公书的专程 二十四史的第二部史书是汉书 作者是东汉班固 记载的是西汉的历史 这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史书 虽然说汉书的作者是班固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家族产品 它是从班固的父亲班彪开始 到班固自己 再到班固的妹妹班昭 班昭的弟子马旭也参与其中 历史将近四十年 接力写完的 只是因为班固写了大头 他最重要 所以他来冠名 由于汉武帝之前的历史 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写得很好了 所以汉书中的这部分内容 基本上是赵超史记的 只有少部分改动 你读这两部史书的时候就知道 而且你还会发现 相比于史记 汉书相对难读一些 那么这是因为汉书好用古字古义 文字今生难懂 当时的不少人都读不懂 都需要通过他人的注释才能理解 所以汉书他很早就有注释了 二十四史的第三部史书是后汉书 作者是南朝宋 范叶记载的是东汉的历史 由于东汉中后期的皇帝 大多年幼即位 无法处理朝政 所以往往会由太后临朝称制 这是东汉王朝一个非常鲜明的政治特色 这一点反映在史书上 就是后汉书有皇后记 一般只有记载皇帝的事迹 那才能叫记 皇后只能入传 此前只有史记曾为吕后写过吕太后本记 汉书为吕后写过高后记 后汉书将整个王朝的皇后都列入记 这在二十四史中是唯一一例 和史记汉书相比 后汉书没有志 其实范叶一开始写了 但是因为他卷入了当时的一个谋反事件 并因此而死 和他一起写志的那个人 怕受牵连就把志给毁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后汉书里的志 是后人把西晋史学家司马彪 写的血汉书里的志给补进去了 幸好补进去了 否则东汉的点证制度 今天的人恐怕就弄不太行了 二十四史的第四部史书是三国志 作者是西晋陈寿 记载的是三国时期 曹魏 蜀汉 东吴三个国家的历史 三国志最早是分开的三本书 魏书 蜀书 吴书 这三本书分别流传 到了北宋的时候 才把这三部史书合而为一了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不过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的 因为陈寿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在西晋时期 受到了政治压力 西晋接受的是曹魏的审让 他必须要尊曹魏为正统 他也才能是正统的 因为三国的大热门 这部史书知道的人很多 不少人也都读过 之前我看过一个统计 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教本二十四史 除了史记外 卖的最好的就是三国志了 我曾经还找其他出版社的朋友 求证了下 发现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出版的二十四史县中书里 也是史记和三国志 卖的最好 三国志是二十四史里 非常特殊的一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相信很多人读过之后 会有这种感受 就是他写的过于简略 记事不清 这是历来为史家所诟病的一点 简略到什么程度 不仅事情记载的少 甚至连表和志都没有 这是不符合正史规范的 你别看他叫三国志 他没有志 以至于现在你要想考证 三国时期的典证制度 你还得去看后汉书 进书送书中的志才行 而对于记转部分 多亏了南朝宋裴松之所作的注 极大的丰富了史料 裴松之注释的字数 都快赶上陈寿的原文了 裴松之的注一出来 后人读三国志 那一定是要读裴松之的注的 尤其是现在更是如此 因为当时的很多史料 如今都失传了 只有裴松之通过引用的方式 才把其中的部分史料保存了下来 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曹操的小名叫阿蛮 对吧 你怎么知道的呢 三国志的原文是没有写的 是裴松之作的注 引用了曹蛮传 人们才知道的 因此可以这样说 没有裴松之的注 承受三国志的史学价值 不会有现在这么大 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分 前四史就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 九书二史 二十四史的第五部史书是晋书 作者是唐朝 房玄龄等人 记载的是晋朝的历史 包括西晋和东晋 还有十六国 晋书的作者有二十多人 属于集体创作 只不过房玄龄他是兼修 所以挂了他的面 从唐朝开始 国家开始组织人员 专门为前朝编撰历史 前四史和后面 我们将要提到的一些 唐朝之前修的史书 都是私人传写的 但是此后 正史的编撰 基本上就都是国家行为了 甚至连晋书中的 宣帝纪 五帝纪 陆基传 王羲之传 这四篇文章里的论 都是唐太宗亲自写的 从此 史书中开始更加注重 反映国家的意志 编撰者个人色彩逐渐减弱 这也就是为啥我们读 二十四史里 后面的那些史书 就觉得跟流水帐似的 没啥意思的原因 二十四史的第六部 至第九部史书是 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分别记载了南北朝时期 南朝先后更替的四个政权 宋 齐 梁 陈的历史 宋书的作者是南朝梁 沈曰 宋书中的志是特色 篇幅竟然占据了全书的将近一半 一般各部史书只记载本朝的典章制度 不过因为三国制没有制 当时的晋史也没有制 于是宋书直接从三国时期的典章制度开始写起 直到本朝 开创了后世史书 追溯详载数代典制之先河 南齐书的作者是南朝梁 肖子贤 他是南齐的皇室成员 以前朝帝王子孙修前朝史书 二十四史仅此一家 这也导致了南齐书中 一些关于皇室成员事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大打折扣 有人可能会奇怪 为啥南齐书有个南字 对吧 其他三国史书怎么没有呢 那不都是南朝吗 这是因为南北朝时期 北朝也有个齐国 也修了史书 那后人为了方便区分 所以就把这部史书称之为南齐书 那么北朝齐国的史书就成为北齐书了 梁书陈书的作者都是唐朝姚思连 这两部史书主要是姚思连和他的父亲姚查 父子两代人 历经梁 臣 隋 唐 四朝 花费数十年才写成的 由于唐太宗的时候任命魏征为兼修官 姚思连奉赵撰写 因此这两部史书属于官修史书 二十四史的第十部至第三部史书是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分别记载了南北朝时期 北朝的各个政权 北魏和之后分裂成的东魏西魏 后来分别取东魏西魏而代之的 北齐北周的历史 以及最终完成大一统的隋朝的历史 魏书的作者是北齐魏收 魏收这个人有才学 但是人品很差 甚至有记载 他以修士为手段威胁他人 对自己有恩的就在史书中夸他 与自己有仇的就在史书中 不显人家做过的好事 这导致了魏书在当时的争议性就很大 真实性存疑 不过有些学者不同意 认为这是当时北齐权贵阶层的污蔑之词 不过这种观点显然是影响到了隋文帝和隋阳帝 因为在隋文帝和隋阳帝在位时期 他们都想让别人重写魏朝历史 以取代魏书 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魏书他重视北齐 而隋朝承接自北周 他们希望重新写一本重视北周的魏朝史书 唐朝初年根据北朝四史撰修的北史修成 受到了广泛赞扬 魏书的地位进一步被打击 也进一步影响了魏书的流传 导致其散逸情况十分严重 今天我们看到的魏书已经不是原书了 而是经过了历朝学者增补其他史料而成 北齐书的作者是唐朝李百耀 唐太宗的时候李百耀奉照撰写 在他父亲的草稿基础上修成 是官修史书 由于以北朝四史为基础的北史出现后 人们认为北史修得更好 加上唐朝承接自北周隋朝这一脉 认为北齐不是正统 所以人们对北齐书并不重视 这影响了它的流传 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残缺不全了 据考证 如今的北齐书只有三分之一的卷书 是李百耀的原文 其他的都是不同的人 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史料 增补而成的 周书也是官修史书 作者是唐朝 灵狐得分等人 灵狐得分是主修 还有其他人与他一同编写 北周如何倚弱盛强 最终灭掉了北齐 奠定了隋朝大一统的基础 影响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百年政治的观众集团是如何形成的 相信你读这部史书能找到答案 隋书的作者是唐朝魏征等人 魏征是主编 还有其他人与他一同编写 隋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以史为鉴的思想贯穿全书 这是因为当时隋朝灭亡不久 隋朝的迅速灭亡 给了唐太宗君臣以极大的震撼 他们希望通过修传隋书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以史为鉴 避免唐朝不期后尘 二十四史第十四部史书是南史 第十五部史书是北史 作者都是唐朝的李延寿 是李延寿与他的父亲李大师 父子两代人编撰而成的 南史记载的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四个政权 宋齐良辰的历史 北史记载的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五个政权 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 还有最终完成统一的隋朝的历史 当时关于南北朝各个政权的史书 有的之前已经有人修好了 还有的唐朝官方正在组织修转 那么李延寿父子为啥还要写南史北史呢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关于这段时期已经修好的 或者说正在修的那些史书都是断代史 彼此攻击 降略不均 修的还不是特别的好 李延寿父子想通过通史来解决这一缺点 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 这两部史书以北史为正统 以迎合唐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突出西魏北周隋朝唐朝一脉相承的正统地位 虽然南史北史主要是根据南北朝隋朝的正史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这八部史书删改而成 但是也新增了不少史料 可以和前面的那些史书互相参照着看 二十四史的第二部分 九书二史就介绍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三部分 两旧两新 二十四史的第十六部史书是旧唐书 作者是后进刘旭等人 记载的是唐朝的历史 实际上最早是赵颖主持编修党 做了不少贡献 也有其他人一起撰写 只是因为旧唐书修党的时候 已经换成刘旭任宰相了 按惯例 宰相要兼修前朝正史 所以最后署名的是他 由于当时正知乱史 所以旧唐书修的比较粗糙 但是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 也算是保存了大量的原始史料 旧唐书最早就叫唐书 没有旧字 那为啥后来又加了个旧字呢 这就要提到二十四史中的第十七部史书 新唐书了 北宋的时候 宋代人觉得后进修的唐书质量太差 准备重修 最后是在欧阳修 宋奇等人的努力下 重修完成了 新唐书相比于旧唐书新增了不少史料 同时语言更加精练 不过这一点也为人所诟病 修转之人为求精练 行文方便 删掉了不少重要史料 比如年代 数字 观觉 以至于一些事情删减过多 导致事迹不明 而宋奇还是文学家 文笔很好 他以文人的思路去修史 他喜欢省字 好用古字 你可以理解为大白话 改为文言文 虽然字少精练了 但是你不好理解 文字艰色难懂 二者还有一大不同是 新唐书继承了孔子修春秋的精神 一字褒贬 那就是同样的行为 用这个字就是在夸赞 用那个字就是在贬低 对于忠臣良教要使劲夸 对于乱臣贼子要使劲骂 充满了道德主义气息 这也是他们不满意旧唐书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觉得旧唐书在这方面做的不到位 这背后反映的是北宋时期儒学复兴的基本情况 后人为了区分这两部史书 就把后进时期修的唐史成为旧唐书 北宋时期修的唐史成为新唐书 新唐书修成之后 旧唐书就不受重视了 几乎不再流行 到了清代中期 主张二者都要重视的意见 占了上风 两本史书都被列入了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的第十八部史书是旧五代史 作者是北宋薛居正 记载的是五代时期 中原地区先后更替的五个政权 后梁 后唐 后汉 后晋 后洲 以及中原地区以外 存在的十个国家的历史 这是北宋初年 宋太祖下令休战的 薛居正式兼修 还有其他人与他一同撰写 旧五代史和旧唐书一样 本来也没有旧字 旧叫五代史 是后来北宋中期的时候 欧阳修觉得五代史修得不好 他又重修了一步 后人为了区别 就把薛居正兼修的五代史 称为旧五代史 欧阳修修的五代史 称为新五代史 这就是二十四史的第十九部史书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这次的重修不是官方组织的 是欧阳修自己私人修的 而这也是自唐朝官修史书以后 正史中唯一一部私修史书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采用春秋笔法 特别注重褒贬 强调君臣大义 他认为五代是一个礼崩乐坏 名分颠倒的乱世 臣誓其君 子誓其父 因此他要写史书批评这些行为 这一点从对五代时期的一个大臣 冯道的评价里就能看出来 冯道他曾经在后唐后进 后汉后周四朝作官 旧五代史对他评价 其实挺不错的 可是在新五代史里 欧阳修骂他毫无君臣大义 不知廉耻 新五代史问世后 二者并行于世 但是后来旧五代史逐渐不被人重视 淹没无闻 最终失传了 他不像我们前面说的那几部史书 虽然后面是逐渐散逸了 但他只是不全 他是个残本 他只是不全而已 他没有失传 旧五代史是失传了 就完全没有了 连残本都找不到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旧五代史 是清朝乾隆的时候 一些学者从永乐大典 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 记录出来的 这是二十四史里面唯一一本 记录出来的史书 算是基本恢复了原貌吧 二十四史的第三部分 两旧两新就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讲第四部分 元修三史 元修三史就是宋史 辽史 金史 这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二十部 二十一部 二十二部史书 分别记载了宋朝 辽朝 金朝的历史 作者是元 托托等人 托托是元顺帝时期的中书又成像 他作为都总裁官 兼修的这三部史书 他就是挂个名 主要还是其他人来写 这三史修完之后 已经是元朝末期了 其实早在元朝灭掉南宋之后 元氏祖忽必烈就已经准备要修了 后来元朝的其他一些皇帝 也下过诏书 但是迟迟没有动手 原因就在于是 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不断争论 那就是以谁为正统 主要的争论是两个 一派主张以宋朝为正统 这反映在修史上 那就是只需要修一部宋史就行了 辽朝与金朝的历史 作为宋史中的载记就可以了 另一派主张将宋朝与辽朝金朝 视为南北朝 以辽金为北史 北宋为宋史 南宋 修一个南宋史 最后到了元顺帝时期 脱脱主张 搁置争议 就都不要吵了 这三个全都是正统 各自成书 于是历史两年半 宋史 辽史 金史修成了 宋史是24史里 卷数最多的 有496卷 卷数排名第二的明史 才336卷 元朝修的时候 对于宋朝留下来的史料 很多都没杂改 直接就赵超 因此他被批评为 凡无杂乱 可是对于如今的历史学家来说 确实好事 因为保存了大量未经裁减的原始始料 辽史被公认为是24史里 修的最差的一步 不仅过于简略 内容多有重复 而且错漏百出 主要是因为当时修史时 依据的资料少 撰写人员才能有限 又不认真 用时又太短 只用了11个月就修完了 辽史质量之差 以至于现在很多研究 辽朝历史的学者 往往第一件事 就是要对这本书进行教刊 补证 要不然你依据的史料都出错了 你还怎么做研究 不过 因为辽朝史料的极度匮乏 所以辽史仍然具有 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金史 历来被誉为是 元修三十里 修得最好的一步 不像宋史繁杂 也不像辽史简略 而是详略得当 文笔简简 接下来我们介绍 二十四史中最后两部史书 元史 明史 元史的作者是明朝的宋连等人 记载的是元朝的历史 明太祖朱元璋 即位当年就下领修元史了 次年二月正式开局编写 以左丞相李善长为兼修 宋连王一为总裁 同时召集了其他人参与编撰 用时六个多月 由于缺乏元朝末代皇帝 元顺帝的资料 全书没有修完 明太祖就先派其他人去全国各地 收集元顺帝的史料 收集完后 在红武三年二月 重开史及编写 这次用时不到五个月 最终完成了 朱元璋这么着急修元史 而且用时不到一年就修完了 特别的快 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 为了明朝的合法性 他需要借此表明 元朝气数已尽 明朝天命所归 这也导致了元史修的非常粗糙 错误甚多 比如一人两转 体力不符合前代之规 前后矛盾 一名不同意 等等问题 元史水平之差 那在二十四史中 我估计应该是仅次于了史的了 元史修完之后 当时的一些人就已经偷偷议论他的问题了 只是因为这本书是太祖亲定 所以明代的文人不敢过度议论 到了清朝的时候 就已经无所顾忌了 学者们纷纷指出其问题所在 并且有一些人已经开始着手重修元史了 其中学者柯少民从清朝末年开始修 直到民国初年才修完 这就是新元史 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亲自下令列入正史 这就是第二十五史的由来 当然了 也有人把清史稿作为是第二十五史的 明史的作者是清朝的张廷玉等人 记载的是明朝的历史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修转时间最长的一步 从顺治二年开始下令修明史 期间修修廷廷 直到乾隆四年才正式修完 历史近百年 因为最后的修书总裁是张廷玉 所以明史挂上了他的名字 明史的阅读价值高 但是史料价值并不高 主要是因为清朝人修明史的时候 他所依据的那些原始资料 现在大部分都还能见到 包括民国时期修成的清史稿也是 当时依据的大部分的原始资料也都还在 所以史料价值也一般 二十四史中明史之前的史书 虽然有些问题很大 有的一般 但是其史料价值仍然很高 原因就在于 当时的原始材料 如今大部分都已经看不到了 多亏了这些正史 保存一二 流传至今 要不看这些史书的话 如今的人对朝代 就绝对不会有系统的认知 这就是二十四史的基本情况 选取这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 合称二十四史是 清朝乾隆皇帝亲定的 并且还统一刻印了出来 这就是五英殿本二十四史 那么现在最流行也是公认最好的版本 是中华数据出版的点教本二十四史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组织了一大批的历史学者 整理而成的 对历史研究比较多的人 应该对这个版本不陌生 上个世纪末 国家再次启动了二十四史的 注释教刊工作 这次的版本称为金注本二十四史 由于工程浩达 现在只出版了部分史书 还没出完 不过有兴趣的 可以买一部 其中已经出版的史书 你与点教本二十四史中的史书 比较下 你看看哪个修得更好 关于要不要读二十四史 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 聊了一下这事 我现在还是保持之前的观点 这里再简单说一下 首先 如果你是做历史学术研究的从业者 或者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 想对某个朝代 有更加深入的研究的业余历史爱好者 我建议是要读的 但是不用全都读 通读你想研究的那个朝代的史书 或者涉及到你研究范围的相关的史书 就可以了 剩下的史书可以作为资料库 根据需要随时取悦 其次 如果你只是想对中国历史 或某个朝代的历史 有个初步的了解 而且自己还是个初学者 基础也不怎么样 只是有些兴趣 那么我认为二十四史的各部史书 不是你一开始阅读的首选 因为阅读门槛高 容易让你丧失阅读兴趣 甚至对历史的兴趣 效果也不会怎么好 最好是先读一些专家学者 写的不错的通俗性的历史著作 朝代通史 或者还有一些靠谱的历史作家 写的历史科普书籍 或者阴视频节目 之后有需要的话 再循序渐进 读更深入一些的历史书 学术专注 乃至直接读二十四史的原文 第三 如果你不想管自己的实际情况 反正我就是想看看 这么有名的二十四史 那到底是啥 写的怎么样 那就可以选择一些史书中的一些篇章 你翻反感受一下 在此 我首推前四史 当然 这些只是我的建议 可能并没有涵盖所有人的具体情况 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建议不科普 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 我不强迫大家接受我的建议 根据之前那期讲二十四史的节目 有的人给我留言 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说 你这么说不对 我怎么就不能读原文呢 我牛我厉害 一般人无法直接读原文 那他们水平不行 虽然我没有任何基础 我对这些历史也都不太了解 但是我就是想直接读原文 也能读懂 而且必须得读原文 那才靠谱 别人写的历史科普书 那都是二手的了 容易受到作者 他自己想法的影响 而且不仅我要读原文 那其他人最好也能这么读 不能推而求其次 对于这种人 我是这么看的 就是你确实厉害 我建议你直接去读原文 通读整套二十四史 而且你还可以去读最原始版的 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学者点教注释的 你这样也不用说 这些点教学者的影响了 对吧 那更纯粹 我肯定不拦着你 而且还会为你鼓掌叫好 真厉害 真棒 你怎么就这么牛呢 这里呢 我只想提醒大家一句 不要高估自己的实力 最好的不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 不顾实际情况 强行追求尽善尽美 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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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